其實高端的重訊內容說得很清楚 他們依據疫苗採購單位的要求 所以合約其他相關的資訊不予公開 所以當陳時中跟王必勝說 高端他可以有權力自行公開 根本就是說謊 那我們可以還原回推一下 10月27號薛瑞元王必勝到陳時中軍人總部去密會 然後10月31號高端就公布了疫苗價格 然後王必勝說價格正確 然後11月1號薛瑞元他就說 高端其實他可以有權力自行公布 而且他在公布前也有跟指揮中心報告 但是高端的重訊內容講得非常清楚 合約是否公布 公布與否 他的權力是在衛福部手上 所以衛福部現在你當然可以就完整的公開疫苗合約 為什麼還不公開 你到底要引力什麼 把壓力轉嫁到對疫苗過敏的民眾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意的政治操作 也是對於台灣民眾的善意 軟土深絕 其實國家的疫苗政策 其實這是一個 牽涉到公共利益 以及公共衛生政策 非常專業科學的問題 而你不去秉實著專業科學 而是要人民來體諒 難怪你的防疫政策 疫苗政策一塌糊塗 你怎麼看說董蔡英文說不當總統的話 想當陳時中市府的國際局長 那王美他也表示願意加入小內閣 但陳時中校說要找比較年輕的 那你怎麼看 蔡總統的靈光一閃 病急下猛藥 可能連陳時中都一頭勿甩 那你怎麼看說 蔡英文他八天 不合體陳時中 連經濟部長王美花 現在都來站台 會不會覺得政府官員 請曉得出來幫陳時中站台 是因為極了對才自己來扶選 陳時中他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 有總統級的扶選團隊 也有指揮中心幫他回應 很多外界對於防疫的質疑 甚至傳出指揮中心幫他準備辯論 所以看得出來他有龐大行政資源 無上限的競選經費 而我沒有 但是我有雙腳 我就是一步一腳印行走基層 一雙手一雙手握 爭取市民的認同 市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你怎麼看說趙超商進入的藍牌 在拋出的新竹貫台北書 他在遷徹這個氣氛的狀況 那你怎麼看呢 有沒有卡在陣籃跟戰鬥籃之間 好王山有批評說 你是不是默許這樣的問題 民調其實都是參考 我想在把握最後二十幾天 我就是全力衝刺奮戰到最後一刻 同樣的至於氣飽的問題 我記得最早提出的是柯文哲市長 當時我也平常心看待 我覺得那夾在陣籃跟這個戰鬥籃中間 會有些干擾嗎 我們就是積極的爭取各方支持的力量 而且爭取市民朋友的認同 一遍又一遍的闡述我對台北市政破壞的願景 我想每一份支持每一份力量 都是我們積極爭取的對象 不過現在憲哥好像趙少方董事長也有來幫忙 叫目前進步大部分 我們都有邀請很多朋友來幫忙 那我就是把握行程的空檔 積極的準備 全力以赴 委員怎麼看最新的媒體委員 委員其實還是領先的百分之十 其實相較先前程中的民調上說 委員掉了百分之 大概兩三個百分之典 那還是被綠營人士算說這個支持度的補治 民調起起伏伏都是參考 其實上個星期盧宣任市長也來到市民基地 他也特別談到在選戰最後衝刺階段 就是全力以赴 選票還在選民的手中 所以我要積極的將支持度轉化成選票 而且持續的端出政策牛肉 一遍又一遍的闡述破壞的願景 我想讓我持續成為市民心中最好的選擇 請問一下晚上的時候 三個候選人都要去參加這個教育政見發表會 那委員自己是三方法的話 對教育的政策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是願景 投資教育就是投資下一代 投資我們下一代就是投資台北的未來 所以我很早提出了對台北市教育政策的願景 所以不管是幼童教育國民教育 還有中學以及中等後的教育 其實都一一的提出很多具體的政見 我想最重要我們除了減輕家長的負擔 讓教師們有專業教學的空間 同時我們希望讓孩子能夠學以致幼 盡情的發揮潛力 我想這都是未來我們希望在台北市 很多教育政見上面可以一一落實 陳舟在別人說你會希望他講清楚高端 我希望他現在就應該講清楚說明白 謝謝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